纵火 由于伊朗政府15号宣布 上调油价50%以上 并实施配给 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 大约100多个城镇 爆发激烈示威抗议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 至少106人死亡 境内网络也全遭中断 难以查核真正情况 实际丧生人数 可能更高 引起联合国高度关切 根据半岛电视台 伊朗安全部队 不只是使用实弹射击 还拒绝将死者遗体 交还给家人 还有强迫他们 在验尸之前就紧急埋葬 这也违反了国际法 而根据俄罗斯媒体 有三名伊朗安全部队队员 遭到抗议者杀害 对于美国华府 声援抗议人士 俄罗斯媒体报道 伊朗当局认为 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 禁止对年长者和病患 运送食物和医疗药品 这种国家 永远不能宣称 与伊朗人民站在一起 大海新闻女方编译 当初是因为 欸欸